大家好 我是SR Software的Mr.Law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支AutoCow的module 叫做AutoCow FOC Quantity的module 这个AutoCow FOC Quantity是Apply在AutoCow的backend 不是Apply在AutoCow的frontend 所以frontend跟backend的概念有点不一样 frontend的话一般买时送一 可能是买大的牙膏送小的牙膏 或者是买牙膏送杯 它的概念不一样或者是 买这个东西送别的东西 但是AutoCow FOC Quantity Module它是backend的话 也是通常会用在那些门字 批发工厂之类等等的行业 它的概念是你买时送一的话 它就是鼓励你买更多 通常是同一个产品送同样的东西 不会送不同的东西 所以它的概念有点点不一样 其实整个Module操作是很容易 可是很多人只是以为它只是拿来 方便打那个Quality FOC的Quality 所以不需要自己去记住 然后直接用系统来记录 可是 在AutoCow 最重要的这个Module 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Costing的 用途 所以买时送一的话基本上是用 死一个的成本嘛 所以它有一个 Costing的那个用途在后面 所以事不宜时让我去 秀给大家看 它的有些什么功能 OK这个AutoCow FoC Quality Module 你看它主要还是买多少送多少 它是做买多少送多少 然后它是 Apply to SIM的 SAU 然后它不只是可以Apply 在Sales的Module 它也是可以Apply在那个Purchase的Module 这两个Module它都可以Apply进去 可是 有某些地方的那些format你可能要job一下 可能那个Purchase Invoice 或者是Sales Invoice的那个format你要job一下 它原装是没有那个 FoCQuality的那一行啦 所以你要 自己整理一下 然后它 还有一些 Costing 刚才我讲最重要还是Costing 它买进来的时候你买10送亿 所以它的Costing就减少了嘛 它就平坦在11个Item里面 然后它有那个Module Module的原营 Module的原营 它买Module的时候它会怎样影响 它到底是送 同样的UAM还是送它的Page UAM 然后等一下我会讲解 还有就是最后最后就是 它可以Set不同的客户 不同的客户群 它可以用不同的FoC的那个Quality 你可以Apply不同的概念 所以事故与时然后让我show一下那个系统 怎么样去炒作这一个部分 让我讲解一下 OK来到系统这边你看原装我们的Item 是没有那个Sales Entitlement的一些Module 所以我们Set不到买10送亿这些 概念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Module Tools Program Control Module Setting 你必须要有这个FoC Quantity 所以有了这个FoC Quantity 你开回那个Item它多着喊出来的 它叫Sales Entitlement 在这个Sales Entitlement你可以买 时送一买时送二 你可以自己去做任何的 Setting 任何的Setting 你Set for这个Item A Set forItem A 你的UM 买多少 送多少 OK我们先做一个示范 Purchase 我们Add一个New FoC Quantity 在这边 我买那个Item A 买10个 买10个回来 买10个回来 100个 我放100个 收是5块钱 成本 应该是5块钱的 成本应该是5块钱的 So Item A 成本 如果照这样的逻辑 思维去看 你看它的Item 收它的Cost 应该是5块钱 可是当我做Sales Invoice 的时候 我去卖给他什么A 这个选到AItem的时候 我打 10个 他就会送一 我打 20个 他就会送二 我打25个 他还是送二 他只要 每加10个他就送 一个 然后他的概念是这样子 So 如果是别的Item 那些这个是BItem 我没有做任何Setting 就在没有做任何Setting 你打10的时候 它是没有变化的 这个是没有变化的 你打25、30 它都不会有任何变化 只有你Setting了 那个FOC Quantity它才会有一个变化 So在这种情况里 Let's say我卖10块钱 So卖10块钱10个 100块 So 这个100块 Birect我的成本是5块钱吗 5块钱乘10 就是50块 50块就是100块钱 50块就是我的 赚到50块 可是因为我FOC一个 所以 他只赚了45块 赚了45块 我们可以check一下 看回那些Report 然后第1是看Stop Balance 所以看一下 Stop Balance它是扣对的 它是扣89个 它剩下89个 就是100个买进来扣11个 所以 剩下89个 如果算 它的 Stock Card Stock Card的话 它是这样子呈现的 然后它是呈现1-11 然后1-11 它不是分开两个 然后1-11 它直接 放一项加起来 然后看回那个 Margin 如果是Item Profit Margin的话 你看它是 用10个 它的卖价是拿到100 可是它成本是 11个的成本 55 然后55 所以你看整个概念是 它用来计算你的那个成本会比较准确啦 如果你用这种 Module 用这种概念来计算 所以 传统的方式 一般上 一般上我们做就是 10个 然后你就自己打 1个 然后这边放10 这边就放1 OK Let's say Item B 传统的方式 就这样的嘛 你10块钱 然后你就 打下一行也是同一个Item 然后就一个 然后 就0 价钱是0 所以整个概念就是 这样子超错 这个是传统的 方式 可是 你打25的时候 它也不会帮你加2嘛 它可能会打错嘛 所以这种传统的方式 也是有它的Limitation 有一点点Limitation 然后算Costing的话 也是会影响 算Costing Let's say Purchase Invoice Purchase Invoice 我们有做了一个 也是 Let's say我们做一个Item B的Costing 买 10个 OK你看这边原装是没有FOC嘛 所以如果你传统方式 这样子 Item B 这边放1 这样它 如果是Average Cost Wated Average的话就没问题 Wated Average它会把它相加 然后Wated 掉它嘛 如果是First In First Off的话 你这个5块钱 这个 0块钱 它就 很大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那个 这个Costing 所以这种Key法 最好是用FOC 所以FOC的话 你看有一个Column叫FOC Quantity 你可以放在这里 方便你去确认 方便你去确认 Purchase 一般上我们是很少 去Default那个Supplier给我们买多少送多少 如果你要也是可以 所以一般上它 它的单那边已经有了 它买时送 2 买时送1 然后它的成本是8块钱 所以基本上它的 操作就是这样简单 它操作就是这样简单 但是 算出来 现在是12个 12个的它的成本就不应该是8块钱了 它就不是8块钱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那个Report Item那边 秀到这个Item B 你看它算出来是6块多了 所以它不只是影响你 的时候 你FOC 它的Costing 你买进来的时候 它也是会影响到买进来的 Costing 这两个部分 这个是第1个你要注意的事项 如果你有用这个AutoCal FOC Quantity Module 这个功能 然后第2个你要注意的事项是这个Module Web 你看这个现在目前只有一个单位 一个Uweb 但是如果 它是两个单位 然后再说我有这个 Basic Module 或者是Advanced Module 这两个Module 其中一个 就当我有这两个Module的时候 我们去 做一个Sample Item C Item C 所以现在有Carton Carton的话它是12个的 它是12个的 这边有那个Sews Enitement 这边也是买死送业 你可以这样 OK 但是这边 Unit它也是可以打 到底它送的时候它是送 一箱还是送 一个Unit 到最后的单位它是怎样的那个概念 让我们来 认真一下 我们去确认一下整个 那个系统是怎样操作 So let's say这个Item C 买死送业 Carton这里的 我们看一下它效果是怎样 选一下买死送业 我们去Sales Invoice 然后去选Carton A So Item C So这边你看 如果Quantity我们达到10 Foc Quantity没有变化 原因是这个是Unit 的单位如果我们选 Carton的单位买10 送业它这边就会 跳一个出来 So我们 卖给客户的时候我们set掉 卖死送业 卖死就送一个 所以现在 这个Carton一箱是12个 12个 So到底它的unit Price 那现在我是一箱一箱卖吗 可能是80块 OK一箱 80块一箱 800块 所以到底它是怎样送法 它是怎样送法 到底是送 10 箱 加一个 或者 11箱 所以我们save 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Item C OK我save 起来然后你看 那个 Stop Movement 或者Stop Balance Report So Let's say Stop Art Report So你看Item C这边 它是 减 121 OK为什么是减121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那个 一箱是12个 So 12 乘10箱就是120 120- 加1 它这个1就是它的Default UOM 然后你看回那个 Item C 它是12 这个买10送1 它是送1 就是这个Base的 我们是送Base的 如果我换成Carton的话你看回刚才那个Stop Pate Report这边 它是 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这边选那个Base的 Report 然后它出来的 就是 10 不是10箱 是10 10.08箱 10.08箱 好 这个你要注意啦 你可以自己去Testing 总之到我们FOC的时候它是送 最小的单位 这样如果你讲 很麻烦咯这样子我要送 箱可以吗 这样你如果要送箱你这边就make sure你是打12咯 你不要打1咯 买10送12 买10箱送12罐 这样子的概念如果你有3个单位 你的第3个单位 叫Pallet 这样你Pallet是 180 所以你这边就是买10个Pallet送180 如果你要这样打啦 所以就是这样 简单 这个 是它 有影响到的那个Module 再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一些Low了的Module Costing issue 刚才我已经是讲解了 Module 我们讲解了 OK还有就是这个Customize Report 我还没有讲解 还有就是这个Price Report 就是它不同价钱 不同的客户群 所以我就讲解这两个部分 OK先去那个 Format 你看这个Sales Invoice Format 我们 Key的时候它是两个 两行 一个Quantity 一个是FOC 它是左右的 所以我们Print出来的时候 它也是呈现 左右 OK 你看它是 10个Carton 10个Carton 你看800 所以是这样子的 它的那个Format 其实我们是出 11个 这个Case 1 Case 1是unit 所以它是11罐 它不是 10罐 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Customize那个Format 你可以要求你的Dealer帮你做啦 不一定要你要自己做 所以其实Customize Format是很容易一下 Customize Format在这边找那个FOC Quantity 注意一下它有两个 所以你自己要确认一下然后哪个 就拉出来 后就是Safe OK Safe起来的时候 给它一个名字 来到这边你Preview你看它的那个Format 会多了这个 打错名字 So 把那个名字换去 FoC Quantity OK OK Preview的时候你会看到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看它有一个FoC Quantity 然后Quantity 它会在左右 然后左右 所以反正 Wayhouse它看到 1它就拿1罐 10它就拿10罐 所以它FoC Quantity一般上是最小的单位 所以我们的做法 OK 最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那个 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FoC 我们要怎么set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Sort Item这里 第1Sort Item这边它 你right click的话 它有一个Advanced Layout的 在Advanced Layout它有这个 Price Book或者是Customer Price Book的话它是可以根据那个 VIP或者staff 它有不同的那个邮会 所以如果是Customer 你就根据不同的Customer 它来setting 然后这边我们加到一个Customer Let's say我这个是Customer OKCustomer B 我有两个Customer 一个是A 另外一个是B 我有两个Customer Let's sayCustomer B有特别的有惠的 Customer B 它的买10 它是送2 Customer A 它是跟Normal的 Normal是买10送1 OKCustomer B Customer B它是买10个送2个 这样我们就这样set 这边我们 没有删掉 OK这边要删掉 OK 这边我们就save起来 然后开Invoice 我们去确认一下 Let's say 这个是Customer A 这个产品A 买15个 它是送1个 但是我是Customer B的话 他就问你要不要Apply 刚才那个 Promotion 你就yes 它这个15 送2 OK15送2 然后它是 根据 客户 刚才我那个setting它会根据不同的 Customer 来 确认 OK它的那个FOC的 quantity 这个是一个setting 这些setting你都可以自己去try OK Pricebook这个不只是customer supplier supplier 你看Price category 刚才我已经show了 customer我也show了 然后就是 它也是可以apply在不同的 supplier 如果你要提前记录 方便你的那个 Purchase Department OK 记住哪一个supplier会给你这种offer 你可以提前 用这个module去setup 好 最后最后是讲 Report 刚才我show的那个stock card 跟item profit margin 这样我们就去看一下那个iteminquiry 跟这个FOC quantity 这些report OK iteminquiry 你去inquiry 到iteminquiry 刚才我们做了一些sample foritemA 你看一下itemA so itemA这边 它的balance是89 然后它这个是10 even though这边是show10 你还是可以right clickcolumn数字 这边是会有这个FOC quantity的 然后你可以拉出来 就方便你一个screen里面 看完所有的资料 OK 所以它可以这样 drag出来的这些column 在那个iteminquiry那边 OK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可以去看那个stock 的一个 OK这个report FOC quantity analysis by document so在purchase这边是没有这个analysis 目前我们只在sales那边 所以我们 可以卖了多少个 送了多少个 OK 那个产品给客户 我们可以做一个report 送的给谁 你可以group bycustomer group byagent 所以哪一个agent 送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拿来做一些report OK你看这边就会有这个成本啊 quantity啊 它会做一些数据给你 如果它有退回来 CN DN Pexels 它就会做一个整理一个 数据 整理一个数据 所以 所有的功能大致上都讲完了 看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module OK最后最后要讲到的那个module就是这个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这个module 所以你看 这个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的module 你要apply这个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所以过后它会在seals这边多这个功能 Multidimensional sales analysis Purchase也是有 所以它会 在里面有一个叫做 FOC的那个 然后你可以take这个FOC 如果你有take的话 它就会show到有FOC的 产品 有FOC的 东西 你可以拉那个 item code 哪一个item code 你可以拉 所以它就会 Break down 这个FOC这个column 它会break down 所以如果你没有 Go down 它基本上就隐藏起来啦 它只是show 普通的quantity 如果你是 放这里 如果你哪个数据都很重要 你可以这样 Drop For each report 所以刚才我们的 那些report可能你觉得 为什么没有costing 没有什么seals 没关系 这个Multidimensional sales analysis 你可以要什么数据 你要profit unic cost unic price 全部都有 OK 这个module很好的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 更多有关于 Multidimensional sales analysis 欢迎你 看我们这个视频咯 我们有一个视频是 关于这个 Multidimensional sales analysis 讲到很仔细的 所以整个 FOC quantity module 其实很简单操作 我再 给大家 复习一下 它主要还是costing的 costing的问题 然后 如果是 UOF的话 你记住记住它是扣在 最小的那个档位 它不是跟着你的那个 UOF来扣 这个FOC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要注意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不清楚 提防 欢迎你 连诺我们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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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